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三人之前已经有20多人对美鲁峰西北壁的鲨鱼棋发起挑战 但无一成功 而本次挑战鲨鱼棋路线的这三人都是攀岩界的顶尖人物 最年长的那位是老牌攀岩家康拉德 康拉德是攀岩界的前辈人物 光珠峰就爬过四五次 他的探险故事陪伴了整整一代人 此外还有康拉德的粉丝也是他多年的攀登伙伴 攀岩家兼高山摄影师金国威 金很理性 有着奋勇前行的精神 且目标坚定 是团队的决策者 他也是纪录片徒手攀岩和本片的导演之一 剩下的那位是号称野蛮新人的雷纳 雷纳主公徒手攀岩 他很有攀岩天赋 挑战过许多高难度的山 擅长在岩壁上寻找支点 雷纳生活简朴 对攀岩有十足的热情 可以说他不是在攀岩中 就是在前往攀岩的路上 经过康拉德的极力推荐 金同意了雷纳加入 这三人刚爬过了总路线的前十分之一 就在暴风雪中被困了四天 直到第八天 他们才开始继续攀岛 雷纳在队伍中的位置比较特殊 缺少合作攀岩经验的他 有点像康拉德和金的土地 一举一动 拳养来两位前辈的带领 对他来说 这一趟不仅有身体上的挑战 也有精神上的压力 他习惯了当孤胆英雄 但这次合作攀岛 需要每人轮流则带领 寻找路线 打上挂入点 再由后面的人 拽着先锋部下的绳子往上爬 做带领并不容易 这个角色背负着整个队伍的安全 每一步务必万无一失 在攀登一面平整无暇的岩石时 金压力山大 他得像个石匠一样 盘算着敲下去的每一锤子 如果多凿一次 就会把岩石整个敲碎 如果用错了凿子 把缝隙凿开 那就死定了 高强度的攀登 与支箱配的 却是极少的食物供应 由于意外被困了四天 现在 他们每天只能进食几勺麦片 再分食几片香肠 以及几片奶酪 就这么到了第十六天 燃料和食物耗尽 三人都感觉到了极限 但离登顶已经不远了 金决定赌一把 这个决定无疑有些冒险 但不断挑战极限 不就是叛掩者的追求和乐趣所在 四日 他们凌晨两点出发 那是海拔六千多米的高空 天亮后 雷娜的四肢都动得失去了知觉 到了离顶点 还有150米的地方 康拉德在上面找路线 踢下的石块和雪块 像泥石榴一般 全砸到了雷娜身上 到了下午 离顶点只剩100多米 但他们犹豫了 如果选择登顶 就需要在山顶的缺口露营 然而没有补给 而且太冷 他们没把水袋背上来 手脚有可能坏死 无奈之下 金决定下山 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封顶就在眼前 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距离 这个时候 放弃比坚持还难 他们最终都同意了激流勇退 他们要控制风险 哪怕没有遗憾 连最有经验的康拉德都说 下山时 他的双腿像灌了牵 整个人极其虚弱 脱下鞋子 每人都出现了冻伤和战壕组 所谓战壕组 是脚长期在潮湿条件下 开始腐烂的现象 金为此做了几周的轮椅 但康拉德似乎没吃够苦头 这次攀登过后 又有人想要挑战梅鲁峰 向康拉德求助 康拉德毫无保留 把经验都交给了那人 他说 这座山又不是他们的 这位挑战者后来失败了 消息撩动了三人的神经 此时据他们上一次挑战失败 已过了三年 虽然当时嘴上说 以后不会再回去了 但身体却是最诚实的 几人对那次失败都不甘心 特别是雷娜 经过三年的历练 她迫切想证明自己 但天有不测风云 自从上次合作后 雷娜和金建立起了很好的默契 金还请雷娜当了她的摄影助手 有次两人拍摄滑雪项目 结果金看到 雷娜在滑雪过程中 失去了控制 消失在悬崖边 雷娜头盖骨 严重断裂 脖子处两根椎骨断裂 一条椎动脉断裂 导致一半的脑弓血受阻 医生悄悄说 以雷娜的情况 再去爬山很容易导致中风 但没人忍心告诉她真相 这场事故后 金很受打击 她觉得是自己带雷娜拍摄项目 才间接害了不擅长滑雪的雷娜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四天后的拍摄中 金遭遇了雪崩 没来得及反应 她就被压在了雪海里 她事后回忆 自己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 垂直下降了三公里 后来她被一股奇怪的暗流推出来 胸口探出雪面 奇迹般活了下来 这次大难不死后 金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 而她也好像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于是她停下前行的脚步 开始思考 这一次应该怎样活 金是华裔美国人 小时候父母会躲避历史动乱 逃到了美国 也许是父母的文化熏陶 她虽爱好攀岩 但心中谨记 父母在 不远游 当母亲还在世时 她十分惜命 绝不冒险 后来母亲去世 她就扎掉了脑子里的那根弦 跟其他极限登山者一样 玩起了命 母亲的去世 是她攀岩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这次大难不死 又是另一个转折点 她借这次机会 设想了未来的种种可能 但思考的结果却是 她无法不继续攀岩 毕竟 她是个曾幻想 在暴风雪中过圣诞的疯子 而雷娜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 自发开始了康复训练 所有人都劝她算了 她清除一声地告诫 有可能在攀登中中风 但她想的 却是攀登梅鲁峰的日期在即 她不能拖后退 于她 人生本就是冒险与收获 奋斗过 尝试过 要比完全没有抓住机会 好得多 金和康拉德对此表示理解 他们清楚 雷娜在重伤之后 急需借这次美鲁峰之行 证明自己有回归的能力 但如果接受雷娜入队 对所有人都有风险 在合作攀登中 全队人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万一雷娜出现闪失 金和康拉德都可能自身难保 雷娜也深知这一点 她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拖累 最终出于对雷娜的信任 康拉德和金大成一致 如果雷娜相信自己 做好了准备 他们也会选择相信雷娜 但在康拉德的妻子珍妮眼里 这无异于玩命 珍妮和康拉德 有个热闹的大家庭 他们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快要考大学了 康拉德在跟珍妮结婚的时候 曾承诺说再也不会去登山 可没过多久 她就打破了这一承诺 而同样登过山的珍妮 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她只要求康拉德控制风险 康拉德清楚珍妮的担忧 她见惯了叛岩者通行的死亡 她的导师马格斯就是死于雪崩 她的好友兼搭档亚历克斯 也死于雪崩 她还记得亚历克斯死那天 天气大好 他们突然决定登山 但雪崩毫无预兆地来临 康拉德幸而逃脱 亚历克斯被雪掩埋 当场身亡 亚历克斯死后 康拉德好像掉进了深渊 作为幸存者的内疚 严重地无以复加 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该死的人 她到处找人倾诉 结果最能理解她的人 竟是当时亚历克斯的妻子 珍妮 珍妮也同样煎熬 为了寻求与王妇的联系 她接受了康拉德 然后毫无预兆地 两人在一起了 在外人看来 珍妮找到了慰藉 而康拉德也找到了 填补愧疚的方法 帮助网友照顾她的妻儿 从此 康拉德有了家人 她的生命 就不再属于她一个人 她清楚 盼登梅鲁峰的风险 但她没有停下的理由 她的导师马格斯 曾两次挑战梅鲁峰 都失败了 她作为马格斯的得意门生 梅鲁峰就像一种 未尽的使命似的 延续到了她身上 挑战与责任 不住撕扯 为此 她几度 重度焦虑发作 攀岩对她来说 如此重要 正如攀岩家汤米 在《攀岩人生》中说的 我们大多数人 只是在努力度日 试着连结自己所爱之人 所爱之事 向往之地 试图以自己的目的 和意义生存 而如果 我们能幸运地 激情燃烧的生活 那将是人生 真正的馈赠 最终 康拉德选择了 人气更少的那条路 他能为家人做的 只是控制风险 在危险临界点 反复提醒自己 不要失败 这些极限攀岩者 他们并非没有 常人的责任与情感 只是在内心的天平中 攀登的分量更重 很快到了约定的日子 三人又来到了梅鲁峰下 糟糕的记忆涌现 几人压力山大 他们不愿冒着死的风险 犯哪怕一丁点错 康拉德说自己 好像要上脚刑架 这次的准备 比前次要完备 但依旧意外频发 半路上 帐篷支架断了 他们不得不用 透明绷带绑起来 而且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雷娜半路中风发作 坚持爬到帐篷之后 直接晕了过去 两人惊慌 但雷娜没有放弃 雷娜做到了 次日 她不仅恢复了行动能力 还按计划 成功完成了一次带领 当然 其他人承担了大部分负重 如此 三人轮流做带领 十天之后 他们迎来了灯顶前夜 那夜 星星显得格外明亮 好像伸手就能够到 次日 他们三点半就出发了 两万英尺的高空 寒冷和缺氧 一起袭来 五六个小时之后 到了登顶阶段 所有人都害怕 上面的山峰 地形复杂 且接近最后阶段 不能出错分毫 康拉德压力最大 他是唯一能够应对的人 幸运的是 他们顺利爬过那段危险区域 接着 他们抵达了三年前 原路返回的地方 这是最后一段路线 彻底的未知区域 他们都意识到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 首次登顶 梅鲁峰沙伊奇 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他们都没讨论过 这段该由谁来带领 这时 康拉德发话了 康拉德已经老了 登山界需要新的传奇 金不复所望 随后 康拉德登顶 最后是雷娜 他完成了当初对队友 也是对自己的承诺 绝不拖后腿 如果还有人问他们 为什么要攀岩 在影片里 他们给出了一个答案 会当灵绝顶 一览中山小 山就在那里 日月星空就在那里 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为了更高远的风景 登顶的那一刻 是一种活法 一份敬意 更是一片信仰 只要你觉得有意义 那便是整个世界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请下载K星球 认识更多K星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